脚面严重伤口案例 全是浓 村医说他治不了 这种情况必须再去医院处理 然后直皮才能治疗 我接到电话立即赶到岳父家 打开伤口一看 确实里面溃烂了 全是浓 还散发着恶臭味 昨天刚出院 这种结果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以八十岁的老人 看到后更是十分的害怕 情绪十分低落 我决定用原始点 给老人进行处理 一边安慰老人 一边给老人看原始点 处理此类情况的案例 同时给他耐心讲解了 原始点的原理和治疗方法 老人的情绪稳定了 并同意用原始点的方法试试看 于是我用随身携带的姜汤 清洗了一下伤口 又用电吹风机 吹干伤口 撒上干姜粉 按推了臀部 脚踝原始点 同时还按推了 换处周围 由于以上部位 十分疼痛 我跟他聊天 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按推采用了轻柔舒缓 慢慢渗透的手法 期间还两次 让老人喝姜汤补充热能 按推后老人说 疼痛减轻了一多半 也有了效力 于是叫家人 铺上了电热毯 我又拿了红豆袋 裹上了整个腿部 还拿来了电磁波治疗灯 烤换处 为防止烫伤 在伤口上盖了一层纱布 又盖上了一层干净的毛巾 这样保证了24小时温敷 并嘱咐老人 不能吃水果 即一切含粮食品 吃温热食物 第二天 打开纱布 看到伤口干爽了 上面没有笼了 老人高兴了 也增加了我的信心 于是又按昨天的方法进行处理 无意中用棉棒 按到了缝合的 已黑了的皮上 下面又出来了一大堆笼 仔细一看缝合的黑皮 已经坏死 剪开一看 下面早已溃烂成笼 散发着恶臭味 当即决定把黑皮全部剪掉 清洗 撒姜粉 坚持每天按推 喝姜汤 24小时温敷 伤口一天比一天好 现已完全康复 在医院治疗了19天 花费近2万元 结果缝合的肉皮坏死 皮下溃烂成浓 几乎露出骨头 而用原始点 几乎没有花费 仅用按推 温敷 撒姜粉 喝姜汤 修复体伤 补充热能 就能使如此严重的伤口 在两个月的时间 修复 如初 感恩 张昭汉医师 发明的原始点 并无私地奉献给了全人类 感谢志工们的心情付出 感恩你们 2020年10月2日 2020年10月8日 2020年11月6日 2020年11月22日 2021年1月3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